兩名騎士連人帶車 直接坦飛出去 慘率落地痛得爬不起來 只見後方黑車駕駛健壯 趕緊停下 原來他們根本不是自摔 換個角度仔細看 照射的就是這輛黑色轎車 團員越開越往又便宜 先撞上前方騎士 再撞路上的石荒老富人 接著直衝撞毀一整排 停在路邊的機車 就看到一直撞一直撞 就撞到後面去了 就看到人跟車飛進去了 飛到那個騎樓裡面去了 驚悚車禍附近民眾全嚇壞 傷者被撞飛到騎樓 倒過在地動盤不得 現場更是滿目瘡疑 而照射黑車擋風玻璃 破了一個洞 裂成蜘蛛網撞 路邊機車就像保齡球般 全都倒了下來 當時富人推著的回收物品 也散落滿地 看得出撞擊力道有多大 駕駛口氣好像不太好 外台撞到更遠的地位去 他們來了好多年輕人 然後就開始吵了嘛 吵了就要打起來了 車位第一年就發生 在13號上午 新北市五谷區陳太路三段上 當時照射駕駛 為了檢視掉落物品 沒注意到車前狀況 疑似誤踩油門 整輛車失控報仇 事後駕駛還一度跟傷者 爭執差點打了起來 索性警方及時勸阻 造成四位民眾受傷 及九輛機車的財損 傷者均已送醫 無生命危險 為了撿東西 一時恍神釀成聚狀車禍 造成資源回收老富人 左腳開放性骨折 兩名機車騎序 與乘客三人擦傷 駕駛闖下大禍 這下也得負起全責 鐵裝備自裝有詞才逢得 即可